今天預告 在這裏向大家拆播一個廣告 這個廣告是澳大的驗流課程講座 會在2月4日下週兩點 星期六於澳大舉行 資訊我擺在下面描述欄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報名參考一下 同時這個課程如果大家想學科門手衛 都可以考慮一下去補讀 而證書方面亦都係會由澳大方面做一個辦法!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在同大家更新的消息 澳車不上開此一段時間, 講車不上在7月1號正式落實, 有不少内地車主希望可以開車去到香港 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西雄 在7月6號表示她的大灣區融合為整體方向, 香港已開始研究越車南下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說香港地方小道路比較窄, 越車南下要仔細研究至於會不會先開放周邊城市而不是整個廣東省呢? 最緊要的是香港好難容納太多車,數量太多會令到整個旅途不舒服就不是旅客想見到的事。 澳車北上方面,運輸署收到5270宗申請,初步審批已經轉交3000宗申請給內地審批當中有過千港人完成所有程序獲發許可證。 哇,猜不到香港的動作這麼快手,港車北上才剛落實幾天, 它已經立即推動研究越車南下。如果越車南下的話,當然香港跟澳門不一樣,香港比較大地方。 那些路跟澳門相比又沒有那麼窄,它們有條件是可以吸納到部分越車南下的。 那但是澳門又有沒有條件做到這件事呢? 那我假設不多啦,如果澳門每天多500架車,那其實路面會不會變得好擠迫呢? 因為現在其實都經常性塞車的,如果我計算它的車在澳門7天的話一日五百架, 那最高峰應該是可以去到3000多架一日的。 那我想起都覺得恐怖呀。 那還有一個問題啦,就是停車位不足以澳門來說。 澳門,如果這幾千架車落到來,拍去停車場的話, 那我們本身已經要到處找位的人就更麻煩了。 那這個越車南下香港到底會怎樣操作呢? 好似暫時澳門這邊還未聽到研究這個越車南下。 那但是如果香港那裏真是做越車南下, 大陸的車手、大陸的旅客過來香港那裏駕車會衍生到些什麼問題呢? 那會不會有大陸的人去了香港做白牌車呢? 那治安問題會不會更加嚴重呢? 那會不會有一些省港澳騎兵就拿著自己的車出去賺食? 那你都知道的啦,現在的打劫呀,搶金譜呀,搶標譜的案件, 幾乎每個禮拜或每個月都會有的。 如果多了這一批有自己的車的人會不會更加猖狂呢? 還有一個問題啦,就是國內人開車的習慣, 和我們港澳騎兵的習慣都不一樣的嘛。 這樣的情況之下會不會對路面的安全又會有影響呢?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拜拜!